我要來參加一個藝術展 那最特別的就是 裡面有山上優雅的畫作 一進來就可以直接看到 山上優雅的畫作 聽說等一下山上優雅要來這裡 我要看到本人了嗎 哇 現在看到山上優雅本人了 如果今天有機會 你會想要去哪裡玩 那什麼樣的條件 可以加入你當你的夥伴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秦 現在呢 我人在西門新宿 今天會來到這邊呢 是因為我要來參加一個藝術展 那最特別的就是 裡面有山上優雅的畫作 所以今天大家就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來看一下這個展覽吧 其實我現在超級興奮的 因為我已經在這附近了 山上優雅 她是一個非常熱愛表演的人 尤其是在跳舞的部分 我覺得她也表現得非常好 她前陣子不是有來衛泉樓 一起表演一個藝人嗎 那個時候我就有特別看過 她真的表現得還蠻好的 跳舞也跳得非常好 感覺得出來她其實是一個 對工作非常認真的人 而且也非常熱愛生活 會喜歡去嘗試新的東西 那現在呢 她也轉型成為 全方位藝人 也進入了人設的另外一個階段 這次的藝術展 就是展在西門新宿四樓 其實不只是山上優雅的作品 這裡還有很多人的作品 那這次山上優雅呢 是跟台灣鳥屋合作的 半公益商品 展出的部分呢 就是山上優雅的畫作哦 OK 光想到我就興奮了 直接上樓吧 一進來就可以直接看到 山上優雅的畫作 跟大家分享啊 山上優雅的每一幅作品 都有藝術家去對應她的話 來做出設計哦 給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山上優雅她在畫畫時的簽名 是跟平常不一樣的哦 各位 扭蛋時間來了 竟然在這裡可以看到扭蛋機耶 來來來 而且這個是山上優雅意想世界 裡面的小精靈 守護精靈就在這裡 扭起來 直接就看到了 搭啦 是守護精靈的鑰匙圈 可以掛在你的包包上 或手機上 這邊也有放送 山上優雅的畫作T恤 現場就可以買到哦 來這裡看展竟然還可以看到 這個作品的藝術家 我是毛毛二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當時拿到山上優雅的作品的時候 你去做這個發想 你花了多久的時間 發想其實花最久的時間 實際開始做時間不長 那我主要是做立體創作 所以這個圖非常平面的情況下 我要如何把它變成立體的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最早的發想是 我自己有一個角色 是一隻鯊魚 然後我用它的風格 重新詮釋了一次我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畫了一個這樣的鯊魚 哦 可愛耶 於是我再挑戰著把它立體化 非常可愛 而且我覺得 其實女生看了會很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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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這個素描粉 其實是給大家發揮創意畫畫的 簽名也可以 然後我竟然在這邊發現了 溫妮 是我們樂天女人溫妮 我剛剛畫的 哇 我也要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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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是誰嗎 這是美麗花 神奇寶貝的美麗花 神奇寶貝的美麗花 對 它下面那個 對 它的那個 我要把它上個色 是說美麗花的身體是什麼顏色 OK 這裡還有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像這些 這些就是原稿 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原稿 這邊其實除了有原稿的作品之外 還有像這種 插畫 而且這個是喜歡的朋友們可以直接購買喔 我跟大家分享個更興奮的是就是 聽說等一下山上優雅要來這裡 要來這個展覽 我要看到本人了嗎 哇 現在看到山上優雅本人了 你好 謝謝 我是樂天的舞蹈總監小晴 今天在這邊看到你很開心 想要問你說就是 聽說你來到台灣工作都非常的滿 如果今天有機會你會想要去哪裡玩 台湾的 髮型的地方 喔 放電燈的地方 喔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地方很漂亮 都歡迎你山上優雅一起去玩 不過昨天有看到她去吃頂太風 那她有吃過我們台灣的臭豆腐跟豬血糕了嗎 我以前也有吃過的 但我真的喜歡 我喜歡的 她以前有試過 但是她還是沒有辦法吃 喔 沒關係 我們台灣珍珠奶茶就很好喝 台灣的快樂都不用買 嗯 就是你每天晚上都會選一隻狗狗跟你睡覺 但是另外兩隻會不會不開心 或者是會生氣 嗯 很可愛 三匹有的所以二匹有仲良好 因為還有其他很棒 喔 所以她就會 兩個兩個 喔 就不會生氣 一個跟她然後另外一個 啊 可愛 因為山上優雅她自己有辦公室 然後也知道她在公開爭彩 那什麼樣的條件 可以加入你當你的夥伴 嗯 但是對 日本人在聊天 就應該可以通常交通 因為畢竟在日本工作也要跟她可以共通 嗯 嗯 喔 語言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人生還沒有什麼樣的目標 想要去完成跟實現 對 對 但是我已經30歲了 所以 這以後 就想要做很多自己喜歡的事 我喜歡的事 所以因為畢竟她年齡也到了 30歲 那從接下來 就想要不要聽這個 嗯 嗯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台灣的粉絲們說的 台灣的粉絲們說的 嗯 台灣的粉絲們 非常非常熱心地忽然公開 所以她馬上非常感謝 嗯 謝謝 最後呢也想要告訴你 就是我們台灣的粉絲非常喜歡你 一定要多多來台灣喔 謝謝 哇塞 這個也畫得太好了吧 我好像知道她是誰耶 這個小女孩不就是我LINE裡的貼圖嗎 我賴貼圖裡真的有她 真的真的 我在這邊看到本人的 好療癒喔 OK 接下來要由我們的RUN哥 來幫我們介紹後面的電影圈 其實我一直都在收藏一些 像說國外的明星的簽名啊 那今天都是有認證的 像說這是哈里遜福特 我朋友 可能年輕人不太知道 特林伊斯維特嗎 那這個大家一看就叫做 Johnny Depp 那已經去世的莉亞公主 其實我還蠻老的 欸好像看不出來耶 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都可以當你爸爸的那樣的年紀 這個是哈里波特 最熟的 曲曲武器走 就是在這裡 其實它這邊就有一些漫威的啦 什麼的 像這個就是史丹利的簽名啦 就是漫威之父的簽名 那進到這一間以後呢 這就是一些我收藏的電影道具 這幾件是複製的 這也跟真的一樣耶 對 因為這個是當時 電影公司做給電影院 做來展示 然後就說 而且 電影使用的道具服 其實不是 就是很像而已 它沒有辦法每一個電影院都擺嘛 這幾套就是當時的 正義聯盟的衣服 那像這一些呢 都是真的漫威的道具啦 什麼九頭蛇啦 那這個是黑豹裡面的那個 他很壯的那個朋友 這都真的用過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一些 電影用的報紙 那還有一些不同的道具 那因為我這樣跟他講 好萊塢的電影道具呢 非常的漂亮 他不會偷工減料 真的耶 他看起來非常非常細緻 而且質感好太多了 對 就是好玩啦 那我就一直很喜歡 像這一類的東西 像這是那個什麼 他們叫魔鬼中間者第三集 裡面那個壞的那個女機器人 這個是 有一個明星叫 Squad Leo Hansen 過一下什麼我也不知道 他就演那個 黑寡婦 黑寡婦 那其實呢 國外的明星 大家都有一個誤會 對 都覺得他們很高大 他才156公分而已 他才156公分 你看那個衣服 你就知道啦 你看那個褲子 確實是很小見的 很短 你看這個Elizabeth Bang 這是飢餓遊戲裡面 那個我就叫媽媽上 練塗白白那個有沒有 對對對 穿著那套服裝 你看他多瘦小 這一切都不高 這有周杰倫 清風翔 真的耶 我剛剛想說 這是哪一個道具的服裝 所以這邊就有不同的道具 那我這樣講 最好的電影 不一定有最好的電影道具 最好的電影道具 不一定是在最好的電影 像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叫好不叫做的一個電影 長城 就是說大家都哇不得了 那賣得不好 但是 它裡面的道具 真的很美 非常的精細 做這一個的公司呢 就是做魔戒道具的公司 WETA 真的假的 WETA workshop做的 全部都是皮喔 你看他們的皮是真皮 不是塑膠皮 我很喜歡就是這些電影道具 他們真的是做的 真的就是 真的是賞心 對我非常喜歡他們 這樣收藏在家裡 其實看了自己也開心 對我在美國這種東西差不多喔 七八百套 跑不了 哇 你可以在家自己cosplay 我買回來 有的時候我都會自己穿一下好玩 想要到美國隊長的時候 每個都穿個盔甲 都會這樣 然後有時候這樣 照進去 欸這可笑喔 很有趣耶 對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大黃蜂 之前我們做那個變形金剛的沾 我們就把大黃蜂的頭帶回來 哇 所以有空都可以來 看看這些東西 蠻有趣的 真的很有趣 而且我覺得漫威你或好萊塢 你其實真的會非常喜歡這裡 那目前為止 台灣這邊我帶回來 差不多兩百套衣服左右 那這邊只有差不多四五十套 在這邊 那未來會不會展出更多 這已經 已經快爆不下了 這已經爆掉了 我們期待有更多展覽 好不好 謝謝Rock 謝謝 謝謝 我今天晚上不用睡覺了 我光是想到我自己就開心 大家睡不著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其實喜歡看展覽的朋友 也歡迎到西門新宿四樓這邊 這邊有各種展覽 不定期的會展出 那這一陣子剛好展出的是 身上有雅的畫作 以及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真的歡迎大家一起來這邊看展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喜歡我的話也可以用超級感謝支持我唷 好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